现在是下午,因为我现在在泰国这边明显有个审核 审核员这点真的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吧 但是也是老蔬拆,老蔬拆确实对我多少人不担 现在是泰国这边时间是下午4点 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备考过程中的这个过程管理 其实整个90612或者整个的管理体系 我认为最精华的地方不是什么PTC雄环 也不是风险管理,而是最重要的是过程管理 其实我们老提过程过程,但是我觉得真的能把这个过程去理解清楚 或者深入理解并不多 或者说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的理解上再去把它深入 因为我听过太多的过程的理解都是很皮毛吧 其实用这个90612的定义啊,原话怎么说了,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就是一组为了实现预期的结果是吧 一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活动 叫过程,或者过程有些特点 就有输入啊,有输出啊,有需要的一些这个过程所具备的一些条件啊 一些这个控制因素啊,这些东西 大概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复期的备考过程中啊,也需要有过程管理 为什么要有过程管理呢? 因为你把这个过程把它识别了 把它去管理了,就能实现预期的结果 就这个道理 当然说,确实在实现预期结果的过程中啊 你肯定会有一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风险 风险就是不确定性 就是你,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波动 就是那个机器波动 就像我们做这个事情 它有波动 就像我这个出差到泰国这边也是啊 我无法预测说这个航班是否晚点 这两天,整个沿海这边啊 有台风吧 我没有办法预测这个台风的 就什么时候来 或者说整个这个航班的情况 你这个航班的延误的情况 你这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 什么是什么的这种进行 这就是风险 但是呢 这个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 那比如我采用的控制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尽量买早一些的航班 是吧 这样的话到泰国这边相对来说早一些 然后说的延误的话 那肯定是这个一般情况下 是吧 就是延误时间久了 它先飞嘛 如果买标管的航班的话 那么 相对来说就风险比较大了 就不可控的因素更多了 所以这就是风险管理 那么过程管理啊 其实按照这个901的话来理解 就是我们为实验这个结果 必须做哪些事情 这是我的理解 比如我们这个 这个备考过程 我们为了去实现一次过五个儿 我们要具备那些条件 或者要怎么一步一步做 这就是过程 比如现在我们在这个 开课是吧 我们在这个 课程有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这样的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这样的课程 然后在这个各个阶段过程中 我们要具备一些条件 对吧 比如我们说 要有一定这样的时间的投入 我建议的时间投入 大概是两三百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是吧 太长的时间投入 大家也没那么多时间 是吧 要做的事情也很多 但是呢 太少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投入 它又不够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这个过程 我的理解 当然每个人理解也不一样 也没有办法去统一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 要去怎么去做 一步一步要去怎么做 所以这个过程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是吧 有人认为说 要这么这么做 是吧 就像有人说 这个考试 一定要去 备标准 把这个标准 记得拱瓜烂熟 我从来记不住 所以我从来不要求 我们学员去记这个标准 因为最大多人要记不住 记他干嘛 是吧 所以我认为 我识别的过程里边 就没有这个被标准 这个 这个 这个部种 那我识别的 这个我们背口过程中 就是你把书看一看 然后就不停的刷题 不停的刷题 然后再把大题播一播 基本就考试吧 这是我识别的过程 那么每个人识别的过程不同 最后就看结果了 结果说明一切 当然我们经过这么几次的 这个实践 也证明 我目前识别这个过程 是可靠的 是能够实现我们预期结果的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整个的过程 也没有那么神秘 但是呢 我们如何去能够 真正的去理解 这个事情的本质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今天我们把这个过程管理的事情 我们先把它去 好好的去讨论一下 然后我们明天吧 明天我们计划再说一下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什么呀 所谓的这个过程管理 说一下所谓的分享管理 我每天说一点点 还是这句话 我们这个只遭一次考QS5分的学院 如果大家对这个一次 报QS5分感兴趣的话 就联系我 好那个好久也没有更新 这个招生的这个视频了 所以那个今天也做一下更新 我记得从上回考试 出了成绩之后 我也没有时间更新 今天正好有点时间 跟大家去聊聊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的课程经历了大概是三次四次吧 四次这样的改版 或者说改进 所以我们课程是不断的在 在PTC循环 不断的在这个 分享管理的基础上 不断的在这个 过程管控的这个基础上 不断的在发展 不断的进步 我也说 这个课程目前发展到现在 就是当然这次考试我们应该用的是第四代 第四代的课程体系 但是我计划从那个 下次 就12月份考试这次 就把它全面的再 再转移到这个第五代的一个课程平台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数字的改变 这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太简单了 那我就 八九十十一十二的 就像小学生读数人一样 读就完了 是吧 都是这样的 我们第五代的课程啊 是这样的 再给大家去回顾一下 第一代到第五代的升级的过程 第一代的课程啊 就是现在大家 就是这些老师都在用的课程 就像教学生一生一样 是吧 我给大家过一下标准 是吧 再临一些这个题出来 再跟你讲啊讲 反正讲的也不会 听的也会明白 反正糊弄糊弄就过了 是吧 时间就这样 是第一代的课程 那么第二代的课程 就是我们最早用的方法 就是把管理体系的一些思维思想 我们把它应用到了这个课程中去 把管理体系的最重要的过程 是为了一些管控的一些方法 用到了这个课程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进度中去 当然效果也非常好 那么第三代的课程啊 我们其实就是把项目管理 因为在做第二代的课程筹啊 我就提出了说要一次过五课 一次过五课这样的一个 说法 包括我们课程也是这样的目标 那么第二代的课程啊 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提出说 我们要非常高效的过啊 我们当时只是提出我们要过 要过 但是在第三代的课程里边 我们就非常明确的提出 我们要高效啊 要速度快啊 效率高 对吧 要花的复习时间短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管理的一些 思维一些方法啊 就又引入到了我们这个课程中去啊 这是第三代的课程 那么从这次考试 我们全面都用第四代的课程啊 所谓第四代课程 就是我们把课程 因为我们现在只遭受一次考五课的学院啊 所以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 呃 五课的学习内容 五课的知识啊 把它融合在一个课里讲 是吧 就这 比如说这一个小时 可能我在讲这个 合格评定的时候 我要把一些标准的一些思想啊 把一些关系体系的思想 把一些什么的事情啊 都讲进来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五课其实有好多相通的地方啊 包括考试的题目都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或者说 在这个课目里考 在别的课目里考 啊 所以这样的作用 最大的好处就是 课程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帮你更大的节约时间嘛 没有必要说重复的东西 没有必要就重复来重复去了 是吧 重点东西我们就多去强调 是吧 就是概念 所以呃 这次考试我们就算 2024年2 呃8月份 8月份这个考试 我们全面的在这个 第四代的平台上去运行这个课程 呃 那么为什么现在 现在我们叫可持续的一次过五课的课程 其实我的计划是在下次嘛 12月份的课程里 我们再把一些可持续的一些思想啊 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呃 如果你发现一个老师 他没什么新东西是吧 就是每会儿孩子这样玩 啊 就不用跟他学了 是吧 因为肯定肯定落后了 呃 所谓可持续的一次过五课的课程啊 就是在我的理解 就是确实我也发现啊 就是包括我们的学员也有 呃 包括大多数的 现在在从业的审核 因为我现在在做审核员嘛 啊 好多人就是 考过了考试 做了审核员 基本就躺平了 也缺乏这种学习的动力 或者说呃 再继续前进的这样的想法 呃 所以我们采取可持续的一次过五课程 更多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啊 就带领大家和和大家一起 呃 把我们的职业生涯 把我们的整个的呃 审核员的这个道路啊 往往往越走越宽 而因为呃 有些人也说啊 我考过了试 好像还能找不到机构 怎么怎么样 是吧 就充满了悲观啊 当然我不是说这种悲观不正常 因为每个人总会遇到这样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是吧 这是正常的 我们要理解 每个人不可能谁都是一路高歌了是吧 一般分数哪不可能 不可能是这样的 呃 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总会在人生的某些阶段 遇到挫折 遇到一些呃 呃 挫败感是吧 但是我们遇到挫折 遇到挫败感 不是说停滞不前 也不是怨天尤人 是吧 也不是把责任吃到别人身上 啊 当然有些问题确实是别人造成 是吧 但是解决问题还在靠我们自己 因为别人没有义务 也没有 有的是没有义务 有的是没有能力 有的是没有想法 有的是故意不帮你解决 是不是啊 想看你笑话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当然也有说好人 当然好人不正常 是吧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 就不应该存在好人 是吧 因为好人的付出 他要有回报是吧 他没有回报有什么意义 是吧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第五代的课程 会把这个可持续的这种思维思想 就把它灌上进去 当然这次我们 因为在要去用第四代的平台 再去用 用紧这个课程 但是我们也会把这些可持续的一些思想 把它融到我们课程 有信东西我们就拿来就用嘛 你也不一定非要去等到 下来课程就完全再去切换 所以我们一点点就把思想渗透进来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 第五代课程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认为说 只要说 首先你要有个想法 只要这个想法 你非常的高 其他的事情都是比较简单 如果你只是讲的 我这次考过一科两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考过三科四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过五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快速过五科就行了 这样的话 你永远永远走在别人的后头 走在别人的后头就意味着被淘汰 就是落后 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这个社会就这么残酷 这就是社会的板子 也谈不上残酷 优胜劣态 是吧 我们学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文 不满足这个社会 主要求的这些需求 就会淘汰 很正常 大家也一样 我也一样 所以我们课程要不断地去改进 不断地去提升 不断地把一些对新的思维思想 给我们课程中去 就不这样的道理 还是这句话吧 就是成年人我也知道 没有办法去教育 只能去选择 所以我们是选择一些自同道科的学员 是吧 我们一起前进 就这个道理 我们指导收 因为从第一次 从这次考试 从这个2024年第二次考试 我们指导收了一次考课的学员 所以如果说有一次想要过5科的这样的想法 那你就报名课程 如果你只是考一科两科 那就不要来找我 我们没有单科的课程 并且我们课程只有在线的课程 当然在线课程 这有录播回放 但是我们不卖录像 不卖录像 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谢谢大家